作为今年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中有些携中国重庆一起在时报广场的倒计时开幕式上举行演出 为电视机前及现场的观众带来了精美绝伦的表演 我们特别高兴就是每年 在新年倒计时的活动中都有中国的文化表演 那么今年是重庆到这里来展示重庆的新的风貌 我们想的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快 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更应该更多的走到世界上宣传中国 介绍中国的这些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变化 同时也要充分地来表示我们中国人民的信心 我们有信心在新时代里头 经过共同的艰苦的奋斗 能够实现中国梦 我非常激动 在那个舞台上啊 我看到这个舞龙的我们的队伍非常勇敢 在这么冷的天气 他们表演得非常精彩 然后我听到这个龙的传人这首歌出来以后 特别是长江黄河听到这首日蜀沸腾了 然后我的心情也调动起来了 所以说当时感觉到就是我们中国的强大 我们祖国的强大 我们重庆能够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推荐出去 我们今后肯定会乐乐园发展得非常好 我们重庆的旅游也会蒸蒸日上 中国龙能来到时报馆长 就证明说我们中国已经真的达到世界 一个伟大的一个国家了 比如说那个千年的传统文化 龙跟百年纽约历史的水星球晕爆 就证明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走到一块 总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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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